第十一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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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個三角形ABC裡面 角形是九十對 三角形ABC的內切遠分別是 AB跟AC 分別跟AB跟AC線 切遠春點 初歸離點 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三角形之下 三角形 三角形 內切遠 切遠 初跟一 初跟一 A初已經知道是二跟二五 初一是四 A初是二跟二五 這段是四 三角形ABC的面積 這題有點難難 同學你可以先按贊品 自己試試看 看看你不會算 如果不會算的話 就要聽方程老師的講解 那如果你會了 對一下答案 對 然後就可以調過這一題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解 但是這個 三角形有一個內切遠 對不對 那 假設內切遠的半徑是R的話 那這些都是R 而且這個是R 這個都是R 這個都是R 好 這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那麼 A初是 但是 2跟到五 這是2跟到五 這是2跟到五 然後初一是4 所以這個是2 這個是2 這個是2 然後畫起來 這個會垂直 這是2 那如果 這個知道的以後 其實是可以知道的 這個是90度嘛 所以 這裡 這裡就可以知道這一段 這一段呢 可以求出來 就是AM AM AM 可以把它揪出來 更好這個平方 簡單這個平方 那 雖然算出來是等於4 所以最重要的是4 那這個4已經有了 這個 這個 天群值 其實是可以知道的 c大的天群值 那我們這邊呢 等一下 其實是一個2c大 如果你天群c大 知道 這個等下天群2c大 就會知道 那你這個 這個 這個已經 這個 好 而且這個地方 也有一個天群c大 這個2跟到五分 會形成天群 所以 這個 天群我們先把它求出來 天群就是 就是 天群c大就是 四分之二 就是二分之一 所以 平均就是二分之一 啊 平均c大是二分之一 那這個 分支的r 也要等於六分之一 所以這個r 你就算出來了 也要二分之一 所以這r 應該是更好五 好 2跟到五分之更好五 就可以知道 所以 淡進r是更好五 這裡是更好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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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一段 我不知道 就是什麼 那 這裡不就是形成一個 平均 但是是平均2c大 那平均2c大 那平均2c大 我們會啊 平均2c大 會等於什麼 兩倍的平均c大 一減掉平均的平均c大 那我們就把二分之一帶進去 好 把二分之一帶進去 好 把二分之一帶進去 四分之三的話 再翻過來 就是三分之四 好 就是三分之四 那三分之四 要等這個分之 這個 就是三更好五 分之這個就是x加三 好 其實 也不用x加二分之二 我直接這個叫做y 好 直接問y 好 那 這樣子的話 y就會等於多少 就是三分之四 乘以這個 約掉三 就是四更二分 好 所以這個四更二分 這裡三更二分 這個 指甲三角形 底層高處於二 所以我們面積 面積就會等 二分之一的底層高 三更二分 乘上 四更二分 好 這個可以跟那約掉二 這乘起來是 三十 三十 好 我和你們 Elise 這樣好嗎 打開 一起 好 謝謝